仁川亞運開賽第一天 中華隊帶射擊場傳來捷報 女子團體的吳佳穎 田嘉珍跟杜依依姿 在十公尺的空氣手槍 雖然以五分之差 敗給了中國只摘下銀牌 但這也是中華隊在仁川亞運的第一面獎牌 帶著捧花與銀牌走出比賽場館 射擊隊的三朵花滿臉竟是笑意 還蠻開心的 因為可以為中華隊拿下第一面獎牌 就是大家一起拿下 我覺得還蠻開心的 因為射擊他是比較個人的項目 所以我們只能Hold住自己的 然後再看隊友的發揮水準 所以今天三個人的水準都有發揮出來嗎 我沒有發揮出來 他們兩個是發揮出來的 之以五分輸給中國區區團體賽銀牌 當然有些可惜 不過教練說這面獎牌符合預期 資源上面都很足夠 那我們教練跟選手也發揮了很好的一個團隊精神 零聚力 所以這次有這樣的成績 其實也是預期的 團體獎牌對我來說意義也是很重大 就代表說我們中華臺北的女生 就是射擊項目 不管是我們女子手槍 還是整個射擊項目都可以繼續再往上走 搭眼的吳家瑩先前因為深圳世大運政見召田妹 被中國鄉民封為政見妹 這次拿下團體銀牌個人第六名 笑著說請教她獎牌妹 我覺得大家還是把就是戰力 講到這個上邊 對 開賽第一天的上午中華隊就在射擊的女團 搶下銀牌 這第一面獎牌也別具異議 以上是公司機的林曉惠 沈志明在韓國仁川的採訪報導